养生 养生宗旨 保健康 得长寿 脱繁骨 成仙道 养生内涵 养精 气 神 行 心 性 人是由肉体和灵体两部分构成的 肉体是灵体的载体 灵体是肉体的主体 肉体对灵体仅仅其承载作用 而灵体对肉体 却起着生死存亡的主宰作用 肉体残肺 不会过多的影响灵体的完美 而灵体的残肺 将会使肉体 变成靠本能支配的行尸走肉 甚至成植物人 灵体的完美 会使肉体处于最佳的活动状态 甚至可以使残肢恢复 绝症痊愈 起死回生 触及养生 以保护肉体为主 终极养生 要兼顾肉体和灵体 高级养生 以灵体为主 养生之道 走上帝之道 即自然之道 法自然而行 养生之德 善待一切众生 无德 难以养生 利他就是利己 害他就是害自己 养生之法 净化心灵 空灵意识 无我无相 与道合一 养生之术 作息有长 饮食有节 安神静意 动静相意 调息氧气 甜淡简易 倒气令和 引体令柔 清心寡欲 减少思虑 复应抱扬 知雄守词 平和待人 处事有度 冥想美事 多行音质 常换空间 融入自然